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我警告你,你别动什么歪心思,林寻是我的,你听到没,你只要衬托我就行了,刚穿过来的我一脸猛,我从十岁开始对着的都是僵尸,不操纵不说话,只会蹦搭,怎么刚睁眼就有活人在了。 顾不上他在说什么,我一个激动,伸出手抚向眼前的脸,温热的,活得生物,还没来得及感受,活着的他一把把我的手甩开,你脑子有毛病,我他妈和你说的话,你听到没,我仔细审视了他一眼,一张脸白白的,嘴唇红红的,和我精心打扮的小红有点像, 不过他比小红胸,配上他这张脸,显得有点违和。 记住我说的话,不然你一分钱都拿不到,说完这话,他气冲冲走了,我看到他走到光下扬起笑容,变了父母样。 大家放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既然有这种能力,我肯定会保护好各位嘉宾的,然后便是震耳的掌声和毫不吝惜的夸赞。 脑海中突然接收到各种信息,原来我叫纪炎,是个十八线胡咖,被节目组找来专门衬托林晓的。 而林晓,已擅长用符纸操纵僧另类出圈,被称为娱乐圈清流。 我突然想起来,我看过他,因为除了面对僵尸,我家里还有一台电视机,赶尸累了,我就停下来,刷刷综艺。 而林晓在圈里大名鼎鼎,上至八十岁老人,下至三岁智儿,全都认识他。 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成了画面中的人物。 系统还在噼里啪啦,给我输送信息,而节目已经开始了。 我刚踏上列车车厢,啪哒一声,车上所有灯光突然全部熄灭,车厢顿时变得阴森。 黑暗中我看到有人朝我伸出了手,朝着我一个推嗓的动作。 赶尸赶尸,都是乌七妈黑中赶,所以,在黑暗中我的视力更好。 我看到那只手的主人是林晓。 我灵活闪身,林晓一个猝不及防,倒是自己一个猎切。 他稳了稳身形,气急败坏地说, 纪言,你没能力就算了,还故意伤人,你看我不爽,也不是这种时候报复的。 这么多人的命你承担得起吗? 听到他这么说,其他几个嘉宾也不满抱怨。 就是,林晓要是不小心伤了大家都得没命, 我们都是签了生死契约的, 死了谁会给我们负责, 纪言占到最后得了。 我同意,站位是节目组一开始抽签决定的,林晓第一,我第二,节目才刚开始就起了内讧。 弹幕也在请客刷过。 什么挂? 纪言看林晓不爽。 他怎么敢的呀? 楼上不知道了吧? 林寻和林晓是青梅竹马, 纪言想横插一腿。 没想到人林寻根本不鸟他, 一个胡咖哪来的勇气? 他是没想到有一天命会掌握在林晓手里吧。 林晓真的好好, 生死大义面前能抛下个人恩怨, 粉转铁粉, 纪言这种脱油瓶就该占最后, 楼上说得不对吧? 站位是节目组抽签的, 随意更换不宫廷吧, 生死面前哪有什么宫廷? 楼上不会是纪言的小号吧? 什么小号? 我只是实话实说, 到时候大家被纪言害死了, 你负责吗? 我不知道弹幕因为一个站位已经吵了起来, 无所谓的摊开手, 往后退。 还算有点良心, 肯定是做了亏心事, 不然纪言哪有这么好说话, 别吵了别吵了, 大家不觉得列车上多了什么声音吗? 妈呀,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凭借着这么多年的感识经验, 我耳朵很灵敏。 不一会儿, 我听到了僵尸蹦搭的声音, 声音挺大, 在场嘉宾声音顿时发颤, 我不以为意, 其实越厉害的僵尸蹦搭的声音越小, 他们擅长隐藏自己, 而此时出现在车厢中的这种声音显然不足为惧。 让开, 林晓三步并坐两步走到我面前, 一把把我推开。 别碍事, 说话间, 僵尸蹦搭声越来越大, 蹦到了我们面前。 露出可爱又尖锐的虎牙, 林晓掏出一张符纸, 嘴里念念有词。 僵尸往前跳的时候, 他把符纸贴到了僵尸的面前, 僵尸果然不动了。 林晓得意一笑。 大家放心, 我会保护好大家的, 嘉宾也纷纷捧他臭脚。 林小姐好厉害, 跟着林小姐准没错, 弹幕齐刷, 还得是林晓, 林晓六百六十六, 林晓代妃节目组, 对比一下其他嘉宾都是啥呀, 楼上的能不能别捧高踩低, 正常人都惜命啊, 我冷眼看着僵尸头上的符, 这画的都是啥呀, 字写得奇丑无比。 但我啥丑字没看过, 一个倒着的帅哥, 帅哥倒贴?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这符纸比狗皮高要都不如。 果然, 僵尸只是一愣, 蹦搭了两下, 把符纸抖掉, 而身后更是涌现了数十只的僵尸。 林晓, 你身后, 林晓转身一看, 撩起嘴角。 没事, 看我的, 他嘴里又念了什么, 嘴唇吸动, 而后定了一下, 伸出两个手指。 急急如律令, 僵尸依旧蹦达, 他作秀的姿势显然没啥用。 林晓还在愣神, 这时一只老鼠灵敏地跳过车厢, 只是在灵敏他也难逃死亡下场。 为首的僵尸露出猙獰牙, 一口将老鼠叼住, 嘴里嚼得嘎嘣脆。 不多时, 满嘴的血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 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碰到自己的尖牙, 疼得呲牙咧嘴, 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车厢顿时涌现出浓烈的血腥味, 几个嘉宾见状也开始发出作呕声。 林晓浑身一抖, 才终于反应过来, 嘴里粗鲁地骂着, 妈的, 僵尸不是假的吗? 节目组他妈傻叉, 我干他妈的, 放老子出去, 林晓拍了拍车厢窗户, 可没有人理他。 随着僵尸越来越近, 林晓也慢慢往后退, 经过我的时候, 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 狠狠把我往前推。 我一时还沉浸在 见到儿子们的喜悦之情之中, 没反应过来, 还真被他推了一把。 其他嘉宾见状, 也疯狂地跑了起来。 救命啊, 放我们出去, 快开门, 多少年没见过人了。 我渴望温热的人气, 下意识地也跟着往后退, 可车厢门在最后一个嘉宾, 除我以外, 进去后, 已经被啪哒一声关上了。 我看到林晓朝着我勾唇一笑, 手上转动把手, 不带任何感情的话 在车厢中传开。 既言, 这么多人的命 不可能陪你送死, 我们大家都会替你祈福的, 生死面前, 你应该能理解吧, 没有人反驳他的话, 也没有人为我开门。 这些人, 已经连基本的人伦道德 都没有了。 渴望这种东西做什么? 他们还没有我的儿子们可爱。 弹幕又炸开了。 林晓怎么回事, 他不是已能制服僵尸出圈的吗? 结果他不仅不懂, 还推别人去送死, 可能是节目组效果。 别急, 对林晓粉转黑, 其他嘉宾也恶心, 全转黑, 我已经能想象到 纪严的下场了。 我不敢看了, 僵尸们朝着我涌了过来, 我不急不缓, 坐在座位上。 儿子们, 豹树, 不然把你们脑袋拧下来, 纪严是下风了吗? 他竟然管僵尸叫儿子, 我不敢看了, 他脑袋肯定会被僵尸拧断的, 弹幕还在刷着什么? 这个时候, 所有僵尸整齐排队鞠躬。 一、二、三, 弹幕惊呆了, 嘉宾们也惊呆了。 似乎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一大波弹幕,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错过了什么? 纪严不仅没死, 还让一堆僵尸听他的话。 在上车之前, 我观察了整个车厢的情况, 节目组除了在车头和车尾的位置, 没有装设监控, 其他位置全程把控。 也就是说, 只要能跳到车头或者车尾, 这些僵尸们就会在黑暗中回到自己的家。 我看向身后, 一望无际的黑是通向车尾的位置。 我施了个咒语。 所有的僵尸整齐地朝着黑暗中跳去, 只看背影还挺像是训练有素的行军大队。 车厢前面的嘉宾们观望了很久, 直到僵尸全都跳开了才打开门。 纪严, 没想到你有这种能力, 怎么一早不说, 大家都是一起上节目的, 你藏着掖着不好吧? 林小走到大家面前, 也恢复了冷静, 用他常用的鼻孔看我。 一开始不表现, 你是不是想看着大家死才满意, 但莫见状又吵起来了? 林小说的也没错呀, 既然一开始有能力, 为什么不表现出来? 非得大家给他陪葬才满意吗? 果然是公报私仇, 自私的人到哪都自私, 林小起码比纪严有担当, 把别人推出去送死叫担当。 但凡上过幼儿园, 都不会这么没有水平, 就你们还不满意, 你们爹娘没教过你们感恩吗? 既然他真的, 我哭死, 果断黑转粉, 我冷冷地看向林小。 既然你这么说, 下次有危险, 就不关我的事了。 林小脸色一白, 但骨子里的高傲, 还是占了上风。 我才不需要你救, 节目进入了广告阶段, 导演组终于把车厢门打开, 所有嘉宾狂奔着涌出车门。 张导, 你们搞什么鬼? 就看着大家死是吗? 我他妈要是死了,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其他人还在用死后的灵异事件 威胁导演的时候, 林小一步步推开大家, 指着导演, 指高气扬地逼问, 张导, 我要是有什么事, 你知道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导演脸色一白, 眼里却闪过一丝狠劲, 但只是一瞬, 他嘴角又重新戴上了裴笑, 把林小拉到一旁, 压低声音, 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拿林总千金开玩笑, 僵尸都是假的, 你放心, 我们之前不是都提前商量好了吗? 说完这话, 导演转头瞥了我一眼, 像是在忌惮什么, 又很快垂下眼眸, 假的, 林小声音拔高, 惹得所有人都转过去看他, 假的僵尸会他妈生吃老鼠, 你是不是当我傻, 张导隐藏得很好, 但我还是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不屑, 僵尸是假的, 老鼠也是假的, 你不用担心这些, 只需要赚足路人员就好了, 许是觉得导演不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做什么, 林小还是信了, 最好是这样, 不然后半辈子有你好受的, 他们的对话, 其实我不想听, 无奈从小到大的听觉培养, 这些字眼对于我来说就差没有用喇叭播放了, 我对这个节目更加了解了一些, 资本作祟, 我们所有人都是林小的垫脚石, 可是明明都是真的僵尸, 为什么张导会说是假的? 他是想看在场的所有人去死吗? 来不及多想, 林小已经走到了我面前, 一根根精致打理的发丝稍微有些凌乱, 但一点不影响他的盛气凌人。 姬妍,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僵尸是假的? 在我面前出风头, 很得意吧? 我抬起眼, 僵尸是真的? 哼, 你做梦还没睡醒呢吧? 导演都亲口和我说是假的, 你还在这儿装, 有意思吗? 爱信不信, 我的态度惹怒了他。 姬妍, 我警告你, 你别以为出了点风头, 有什么了不起, 我要是说一个不字, 你算个屁, 不仅一分钱拿不到, 娱乐圈你也待不下去。 哦, 林晓的唾沫星子在空中四散, 说的什么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只看到他的嘴一张一合。 这个时候, 导演把我们所有人叫了过去, 很恭敬地向我们介绍新来的嘉宾。 介绍一下我们的飞行嘉宾, 林寻, 导演看着林寻的眼神带了恐惧, 手也微微颤抖。 齐长挺拔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林小角柔造作地走到男人面前。 林寻哥哥, 你怎么来了? 是来看我的吗? 人家好怕, 还没等他扑上去, 男人已经一把把他推开。 你谁? 是人是鬼, 就往我身上扑, 林寻哥哥你怎么? 林寻眼皮一抬, 朝着我看了过来。 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节目还不开始, 声音懒散, 我却觉得又多了一个脱油瓶, 他一个影帝不好好演戏, 来这种灵异综艺干什么。 节目又开始了, 林小补了个妆, 没有了之前的仓皇失措, 他看向我, 面色诚恳。 季言, 感谢你刚刚救了我们, 我那个时候没想太多, 只想着要保护更多人的性命, 但是我还是要向你道个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应该为了大家的命, 放弃了你的命, 不过要是你早点说你会降服僵尸, 那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你能原谅我吗? 弹幕, 林小说得对, 他有什么错, 他是为了救更多人的性命, 这不就是那个著名的火车 要不要绕道的选择吗? 难道真的要放弃那么多人的性命, 去救济言吗? 说到底还是济言的锅, 早说出自己会赶尸不就好了, 林小好可怜, 为了大家好还要被骂, 可是济言又有什么错? 难道他就该死吗? 节目重新开始, 林小态度果然和之前不一样了, 他走在大家前面, 一副天塌下来, 有他顶着的救世主模样, 大家放心跟着我, 这回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受到伤害的, 有多少网友为他这句话感动, 这里暂时不提了, 我走在倒数第二个, 林寻殿后, 走着走着我, 突然听到了一阵声音 从我的身后方传来, 声音有些大, 似乎还是原来听到的那一批僵尸, 奇怪, 不是让他们回家了吗? 正疑惑, 我又听到前方传来 蹲蹲蹲的声音, 压抑且不清晰, 那种阴沉低雅的挪动声, 没有千年的僵尸走不出来, 大家跟着我往前走, 显然林小也听到了深厚的声音, 他加快了步伐, 催促着深厚的嘉宾们, 对于我这种感尸人, 千年万年的僵尸都不在话下, 但是越多人意味着越多的意外, 别往前, 往回走, 前面有千年的僵尸, 林小脚步一顿, 转了身, 神情有些得意, 既然, 我们大家耳朵又没有龙, 就算我们刚刚没有救你, 你也不至于让大家去送死吧,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没咋见过活人, 我格外珍惜这个机会, 还想劝上一劝, 我没有骗你们, 前面确实不安全, 没人理我, 不知道他们是天生信赖资本家, 亦或是林小已经把假僵尸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他们对于林小选择了无条件服从, 既然如此, 那行吧, 我一个人走, 先带儿子们回家, 纪言又在搞什么? 刚对他有点好感, 就流露出本性了, 明明僵尸的声音就在身后, 还让大家去送死, 果然牙字必报, 果断转黑。 铁黑, 他就这么喜欢送死吗? 刚转身, 林寻也跟着我走, 我不解得抬头看他, 他真的好高, 比我高了一个头, 显得我的气势低了一头。 在我的脑海中, 原生似乎没有和他有过任何接触, 唯一一次就是原生在片场找不到录像他问路, 他漫不经心地抬头, 说, 你手机没地图吗? 就因为这件事, 原生被嘲讽为想借影帝上位 而不得的绿茶女。 这么一想我, 狠狠瞪了他一眼, 要是直接给我指路, 就没这事了。 可林寻却连余光都没分我一个, 林小的声音借机穿插了进来。 林寻哥哥, 你还是跟着我们走吧, 前面比较安全, 僵尸声越发近了, 可是林寻态度却很冷淡, 想死就自己往前走, 别拖累别人, 林小咬住自己的下唇, 想说什么又犹犹豫豫地不敢说, 和他之前趾高气扬的样子, 判若两人。 那你遇到什么危险, 打电话给我, 我来救你, 林寻喝了一声, 管好你自己, 不懈的态度光明正大地流露了出来。 要说节目组唯一的人道主义关怀, 就是在刚开始, 给每一个嘉宾分发了一个手机, 能让大家知道对方到底是死是活。 我和林寻往身后走, 还没走几步, 林寻突然说, 我不和你说话, 你就不和我说话是吗? 在这种漆黑的环境下, 他的声音突然响起, 倒是比僵尸还恐怖, 只是这种怨妇语气是怎么回事? 什么? 没反应过来, 林寻又接着继续说, 你不会是在生气 我刚刚和那女的说话吧? 我已经尽量不理她了, 可是她太烦了, 一直巴拉巴拉地扯, 我只能应付两句, 什么惊悚发言。 她和谁说话, 跟我什么关系? 为什么她还有两副面孔? 态度和对林小的判若两人, 好在我亲近的儿子们出现了, 我拿出铃铛摇晃了两下, 让他们在原地蹦跌, 林寻似乎一点也不怕, 敲着二郎腿坐在车厢上, 好看的人做什么都赏心悦目, 要是她一双眼睛不一直盯着, 我就好了。 我们认识, 耳边还有僵尸蹦跌的声音, 林寻持续惊悚话不要命地跳出来, 像是压根不济的自己在录制节目。 我们不是从小订了娃娃亲吗?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空手规, 我打断她, 停。 我先想想, 脑海中完全没有原身和她订娃娃亲的经历, 反倒是我自己, 当赶尸人之前有一门娃娃亲, 十几年没见过的未婚夫现在诈尸了。 我不知道场外已经杀疯了, 还不带我反复细想, 视线前方尖叫的声音越来越近, 一片黑暗中, 深渊巨口奔我而来。 救命啊! 纪言, 舅舅我们, 有, 有僵尸, 所有的嘉宾都奔向我而来, 毫无例外的, 他们的身上多多少少的都有伤痕。 要命, 和林寻聊着聊着竟然有点上头, 差点忘记这一群人的死活了。 嘉宾们的身后果然有一只千年的僵尸, 面目可憎, 血肉模糊, 五官都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这可比我面前的几只小僵尸们可怕多了。 不对, 这僵尸怎么这么熟悉? 在看我身前的这几只, 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 嘴巴不是嘴巴的, 感觉更加熟悉了。 这些不是离家出走的那几只吗? 嘉宾还在跑, 千年僵尸伸出手一捞, 想抓住身前的人。 他的面前是林小, 林小还是敏捷的, 测了身躲了过去, 为增加自己逃跑的时间, 林小又一把把晨晨推了出去。 晨晨是唱跳爱都出道, 哪见过这种场面, 直接挖的一声哭出声。 林小是疯了吧, 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干这种事, 她是真不把人命当命啊, 这样的女人好可怕, 天啊, 这只僵尸速度好快, 我感觉自己快得高血压了, 林小这种人哪配进入娱乐圈, 她都不配当人好吧, 既言YYDS, 果然应该相信她的话。 这下大家都打脸了吧, 我一个剑步冲到千年僵尸面前。 声音清脆利落, 二狗子停下来, 想她的名字还想了好一阵, 一时忘了她排名老几了, 怪我, 当初分类没分仔细, 好在名字没叫错, 千年僵尸的手果然收了回去。 看到她站稳, 我掏出一打符纸, 抽了一张出来, 又施了咒语, 一气呵成。 这下, 二狗子总算不动弹了, 原地站着, 只是这一大尊隐隐发臭的尸体, 看着还是有点唬人。 我捂住鼻子, 嫌弃地想, 这是多少天没洗澡了。 果然, 没娘的孩子就是磕草, 后妈果然不会尽心尽责地照顾。 沉沉摔在了地上, 晾呛着一步步爬到了我的脚下。 计言, 救救我, 救救我, 除了林晓,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求救, 俨然把我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我知道他们在怕什么, 他们在怕自己会失变, 毕竟身上满是僵尸流下的血痕。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的僵尸儿子们, 我早给他们打了疫苗了, 被咬了也不会失变, 顶多就是难受几天罢了。 至于症状嘛, 无非就是浑身乏力, 骨头疼痛, 咳嗽, 打喷嚏之类的, 只要不染上别的品种的尸毒, 或是从海外传来的丧失病毒, 一般都没啥问题。 但我不打算告诉他们, 别求他, 僵尸根本就是假的, 林小走到众人面前, 依旧相信导演的话。 尽管全身上下伤痕累累, 说话打扎, 态度却仍旧不服气, 似乎身上每一个毛孔 都打上了死鸭子的标签。 什么狗屁僵尸, 什么狗屁节目, 全都他妈是假的, 全是节目组在作秀, 可这回, 已经没有人选择相信他的话了。 突然间, 阴风阵阵, 连我这种长期在阴冷潮湿环境下生存的人都觉得脚底发寒。 显然沉沉也被这突来的冷风吓得够呛, 他突然抬起头, 牙关发颤, 整个人像没了骨头一样晃荡着, 四处磕碰。 别来找我, 都是林小亥的。 张林, 我别过来, 你别过来, 车厢似乎变得愈发阴森, 窗户外呼呼而过的风声, 身上受的伤, 眼前令人恐惧的生物无不再摧残着众人的意志。 其他嘉宾也风声鹤唳, 见到沉沉这副模样更是吓得跪了下来。 张林, 对不对, 对不起, 我们没有救你是我们不对,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都是林小亥的你, 对对对, 是林小做错了, 冤有头债有主, 你别来找我们, 我搜寻了一下, 一片空白, 我的脑海中没有关于这个张林的任何印象, 可见, 他们所说的人原生压根不认识, 卧槽, 是那个张林吗, 是那个死的时候全裸, 四肢分离,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的那个女孩吗? 我记得这个, 这不是悬案吗? 怎么会和林小扯上什么关系, 难道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林小这种畜生, 我觉得他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应该让他被僵尸给生吃了, 就是, 我的僵尸儿子比他可爱多了, 弹幕还在持续发酵, 我一连猛, 直到林巡把手机递了过来, 满屏全是关于张林死亡的报道, 警号为死亡女孩发声警号的帖子中, 有关于张林的死亡的详细报道, 还有一些照片, 虽然很多关键部位打了马赛克, 看起来却依旧触目惊心, 我不忍看, 转了头, 林小却突然冲向我, 一把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口不择言地骂道, 是他该死, 是他该死, 我好心给他机会表演, 他却敢不听我的, 他活该, 冷风吹来, 我看到林小的头上冒出了一团黑气, 有渐渐变大的趋势, 沉沉意识已然有些不清明, 听到这话, 却还是忍不住反驳他, 他不过就是拒绝了你陪客人的要求, 结果你竟然要他死, 林小双目泛红, 活向地狱上来讨命的阎王, 我没错, 我有什么错, 他不是想红吗? 我给他机会, 他不但不感谢我, 还当众吓我的脸, 他活该, 林小身后的黑气越来越浓重了, 我按道不好, 没想到林小竟然会去养小鬼, 所谓小鬼, 就是堕胎后的英尸,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中阴身, 非人也非鬼, 乃是人死后, 亦是脱离本体, 还未进入下一个轮回的一种物体, 怨气越强, 互助能力越强, 但未养他, 要靠人血, 我从来也没见过这玩意, 知道他还是在很小的时候, 村里阿玛说过一嘴, 当时没当真, 没想到这回真见着了, 看着林小身后满满的黑气涌现, 我知道他养的这个小鬼怨气, 肯定是异常浓重的, 怪不得林小一直那么顺风顺水, 原来是这个原因, 你居然养小鬼, 我边说边往后退, 暗存着我能赢他的概率有多少, 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实在没把握, 林小得意一笑, 躲, 你以为你能躲哪里去, 今天过后, 我仍是顶流, 而你们都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面露恐惧, 没料到林小会有这一招, 一时全呆呆站在现场, 嘴里仍不断念着,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苍天饶过谁, 林小咧开嘴角一笑, 既然你那么想念他, 那你就下去陪他吧, 他伸出手, 嘴里念念有词, 那团黑气在他身前凝聚, 几乎笼罩了整个车厢, 我刚想召唤僵尸儿子们, 林巡却一把拉过我, 挡在我前面, 不是, 找死也要挑时候, 这种时候主动送死, 未免也太蠢了, 内心想法还没想完, 我看到林巡伸出手, 轻轻松松地就捏住了那团黑气, 林巡转头看我, 好像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没想到这么容易, 看他说得这么恐怖, 我还以为有多难呢,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吗? 林巡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罐子, 把捏在手心的黑气放了进去, 面不改色地对我说, 你想得怎么样了, 我疑惑, 什么? 娃娃亲, 我, 这种时候还想着谈恋爱, 林小昏迷了过去, 软绵绵地躺在地上, 真丑, 林巡走过不忘吐槽一句, 他拍了拍车厢, 开门, 我回复他, 没用的, 导演不会开, 话没说完, 门开了, 就非得这么打我的脸吗? 摄影装置全部被关掉, 我知道, 这是又进入广告的意思了, 林巡看向走近的张导, 语气不冷不淡, 说说吧, 这一出大戏怎么安排的, 林巡的脸色看不出任何表情, 张导却颤颤巍巍地,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直到过了很久, 他终于缓了过来, 我是张林的爸爸, 他的嘴唇吸动, 开始把所有的真相告诉我们, 直到听完了全部, 我的嘴唇依旧没有闭上, 我一单纯农村小女生, 哪听得了这种东西? 原来, 这都是张导的一出戏, 把所有参与张林死亡现场, 见死不救的人, 全安排上了一个节目, 用好心收留了我离家出走的僵尸儿子们, 把他们提前安排到了车厢上, 就等着伺机咬死所有的嘉宾, 实施报复, 只是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赶食人, 把他的计划全部搅黄了, 更没想到的是, 林小竟然会养小鬼, 可你女儿现场, 我和林巡没有参与, 我提出了疑问, 张导像是一滩糊了水的泥, 问什么答什么? 你是林小提名要的, 说你不参加, 他就不参加, 至于林巡, 他是为了你来的, 感情没有我, 这一场大戏完全播不了, 你女儿的事现在水落石出了,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也依旧要负法律责任, 张导点了点头, 我知道, 只要我女儿不白白死掉, 不被挂上肮脏的骂名,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我很感谢你们为他证明, 也很对不起你们, 是我被仇恨迷了眼, 我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的, 我施了法, 终于让我的儿子们蹦地回家, 果然, 人心最难测, 僵尸还更单纯, 随着警车声慢慢靠近, 这件事终于也落下了帷幕, 对外宣称, 僵尸和小鬼都是假的, 科学正道为是真理, 所有真相大白, 给了观众一个交代, 从警局出来, 林寻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 考虑得怎么样了, 已经很久了, 我摇了摇头, 我们不合适, 我要回家的, 我总归是要回家的, 我能预感到我马上 要脱离身上的这副屈窍了, 林寻却不管不顾地冲到我面前, 没皮没脸的, 我们多合适啊, 你敢使我赶鬼, 天生一对, 而且你都不知道, 我等你多久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你的音讯, 我只好当上影帝出现在荧幕前, 期待着你能看到我, 结果你倒好, 养了一堆儿子, 也不找找老公在哪里, 你说说你有多过分, 好在我一眼就看出, 寄眼里面的灵魂是你, 你说要是我不主动, 我们就错过了你知道吗, 怎么能把当影帝说成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平时话也这么多吗, 林寻一顿, 直勾勾地盯着我, 对你才话多, 明明很嫌弃, 可是糟糕的是, 为什么我的心跳变得有点快, 林寻十分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我送你回家, 明亮的夜, 漆黑的宇宙, 总有人在披星带月地想你。